我相信尤其是共产党在北京或香港, 她们都很想香港融入大湾区, 林郑月娥亲口讲她很支持融入, 但问题是我们香港人很多希望 我们可以保持一国两制独特性质, 当然有自由、有法治、有人身安全去发展民主, 但习近平这样讲我相信亦令很多人想, 她都要拿深圳做龙头去发展, 林郑月娥亦都告诉深圳电视台, 她不介意被深圳爬了香港头, 她不介意,其实很多香港人介意, 不介意还介意,但香港人亦明白, 现在无论你是做生意或不是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香港经济社会环境很差, 亦香港总商会都说香港不再有优良营商环境, 你无营商环境哪个人会来投资呢, 无投资无创业哪有就业机会呢, 这是困扰很多人, 当然有些人说不要紧,一起烧火凤凰, 欲后重生,但亦有市民不想, 所以现在社会矛盾撕裂很严重, 林郑月娥本来今天星期三应该在立法会宣读她今年的施政报告, 但她两日前突然出来说不行了, 不读得词了要退迟,但退迟到何时都不敢说, 可能是下个月尾,为何因为这个月遲些会上北京 跟大陆官员去谈谈, 看有何方案可以帮香港发展, 但很多人就不会相信她那麽说, 你说你去大陆跟人谈, 这个大家当然相信, 因为她常常要求大陆帮手, 但为何会在施政报告发表前两日突然出来说呢, 其实梁军燕在她讲言说退迟, 梁军燕是立法会主席也出来跟记者说, 她今早九点半,星期一九点半跟梁军燕说要退迟, 梁军燕当然无办法, 但记者问梁军燕, 她为星期三你去不去深圳四十周年庆祝会, 她有请你,她说有请我, 她说不过我已告诉她我不会去, 因为我要开立法会, 我相信可能事实就是, 其实深圳政府当然也会请林郑月娥和高官, 但林郑月娥也知道在今日星期三, 她要宣读施政报告, 所以她已讲不去, 但突然在星期日那天知道习近平会下来星期三讲话, 但习近平行蹤大家都知, 好像神出鬼没, 她不会一早宣布, 老实说如果一早习近平宣布星期三会来, 林郑月娥一早也会宣布押后或改, 但因为习近平刚刚临急才宣布她要去, 亦有人传说会否主席会接见她, 别人说见不见都好她都要去, 因为主席下来, 但她又跟传媒否认, 传媒问她你是不是因为推迟, 是因为你想去深圳见国家主席, 甚至是国家主席命令你去深圳, 她又不认, 她搬个藉口出来说这个月尾要上北京跟官员谈, 然后下个月尾或者才有施政报告, 如果你施政报告的内容是要跟官员谈的, 你又未谈, 为何你又会决定今天星期三宣布呢, 如果内容都未谈清楚, 你便不会一早讲星期三, 所以其实她讲的话是前后矛盾, 很多事都令人不相信她, 最简单是你要去见习近平, 或被命令要去见习近平, 所以临急临忙将香港的施政报告改期, 有些外国传媒都跟我讲, 她说这样显示真的, 一林郑月娥对于施政报告都觉得很闲, 就改了她, 或者就算国家领导人也不理你, 你一定要来出席, 你要改就改, 是被人觉得香港一国两制, 香港特区政府还有甚麽地位呢, 在公众心目中, 在领导人心目中, 或者在外国国际社会心目中, 所以很丢架, 现在习近平可能再讲, 我以为自己都跟深圳电视台讲, 我都希望国家会给深圳做多些事, 在这再發展, 因为她自己都会让路, 香港让路给深圳, 深圳可能要领导这个区的发展, 这不是香港人想见到, 香港那麽多年来, 大家都会讲起有很辉煌成绩, 为何在你梁振英、林郑月娥 在做行政长官搞到这样的死样呢, 现在好像越来越沉下去, 老实讲都不知施政报告何时讲, 可能何时讲都无人理, 唯一有些市民很紧张, 因为疫情很差, 现在好像完全看不到有曙光, 他们希望当局可能有些政策去帮下, 帮下打工仔或帮下商界, 如果其他之外, 我相信无什麽人对林郑月娥这集团 是有什麽期望, 因为如果我说中国政府要拿香港的钱, 我要给些证据出来, 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搞这个疫情, 不知弄了多少亿, 都是分给很多跟内地有关公司, 但这我不知, 总而言之我会觉得中央政府, 习近平尤其是可能对香港越来越都无什麽心机, 以前香港人会讲, 香港对中国是很重要的,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经过这一两年尤其是香港那麽多冲突, 社会那麽严重的矛盾, 而林郑月娥和她那班人, 无论是行政会议或官员或政党人士, 完全是无办法, 亦不想无能力无意愿, 去帮香港解决香港面对的矛盾和问题, 所以中央可能都会觉得, 算了你香港是这样, 或是希望其他城市是否取代你或扮演多些, 因为香港现在面对一个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就算香港共产党支持者都明白, 社会很撕裂,矛盾非常尖銳, 有些各方面仇恨亦很深,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去振兴经济呢, 尤其特区政府连处理疫情都好似搞来搞去都搞不定, 有时又不听专家意见, 有时又说可以将钱倒下海去益大陆的人, 所以可能习近平或北京会觉得, 算了你香港是这样搞下去, 最要不要做反共基地推动什么独立, 他有什么不如给深圳搞,给其他人搞,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香港人想见到, 香港人是希望可以在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 大家签了的中英语合声明, 答应给香港的自由,法治,人生安全, 发展民主,一国两制, 希望可以继续繁荣,继续自由, 继续是一个很自由和很安全的城市, 但这十多个月已经面目全非, 所以真的尤其是习近平做好笑, 他还说叫香港年轻人要多些去大陆, 去读书去玩去住各样工作, 他知不知很多香港年轻人怎想呢, 他讲这些说话亦反映出他不掌握, 或者特意未知都要激下这班人, 但有几多年轻人我相信实实有一些, 但我听闻很多年轻人很反感, 你不是说找个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反而是你们来,鼓励你多些来, 林郑月娥亦都讲他很小撮人支持本土, 其实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想说, 在一国两制下, 我们香港应该继续强大我们的优势, 继续以往的做法,内地无自由, 无民主无人身安全我们有, 我们继续去发展, 但又不是我们的优势好像丢下海, 现在还说叫年轻人回大陆, 我不知道有几多个会排队去, 了